后继 在本书中,我们看见生生不息催眠工作是通过相互关联概念的群集而显得特别的。 一、生命可以是意识的伟大冒险旅程。 二、现实和身份是被建构出来的。 这个创造性过程流经过三个世界。 一个无内容的初心光明意识,一个无限可能性的量子场域,一个具体实现的传统世界。 三、在这些世界之间的通道是过滤器,从一个世界转换到另一个世界,就像是光穿透彩绘玻璃窗。 四、流经过这些过滤器,可以让我们看到双维度的现实建构。 在第一个量子维度上,一个模式有许多种不同的形式和价值。 当它穿越一个观察意识心智,比如一个神经系统,一个社交场域,一个心理情感的过滤器时,它就会产生一个特定具体的形象。 五、这些过滤器可能是半透明且打开的,让讯息、能量有创造性的在世界流动。 比如,有无限可能性的量子世界,以及具体实现的传统世界。 产生了一个创造性潜意识,或者它们可能是不透明且通过神经肌肉所结而关闭,在冲突、逃跑、冻结或封闭的模式里。 产生了一个禁止孤立的意识。 六、催眠是一个创造性流动的过程。 在此,现实过滤器暂时被松开。 如此一来,旧的心灵地图和受限制模式被释放,打开一个创造性量子场域。 这允许了身份固定的子形式,身体图像、回忆,关于未来的信念、感知、空间和时间产生变化。 从而允许新的身份和现实被建构。 七、有很多种不同的催眠,有的正向,有的不是。 八、生生不息催眠是一种独特的正向催眠。 在此,正念自我觉察、交互运作,进入创造性潜意识里面, 尤其是通过根本实现过滤器的转化工作,产生新的身份和现实。 九、生生不息催眠通过提升三个一般性心智过滤器、 身体层面、认知层面和场域层面,而发展到一个更高层面的意识。 这个更高层面的意识添加了一个精妙、正念的新维度, 唤醒身体中的身体、场域中的场域、心智中的心智。 十、生生不息催眠的独特性在它的宇宙观、COSMIC意识。 回到中正,打开堆正念、精妙觉察、音乐性、正向意图和创造性参与。 十一、这个生生不息意识的持久灵在, 可以用很多正向方法来转化生命, 包括显著提升的幸福感、健康水平、 对别人的帮助、疗愈自己和世界。 十二、将这些放在一起, 这些概念都指向一个创造性人生。 在此,意识更深入地参与建构、解构、重组身份和现实。 同时,在个人意识及集体意识层面上, 我们书中讨论的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束。 这有点像跆拳道,当你被授予你的第一条黑带时, 意味着你现在是初学者。 拥有基本的能力,可以开始正式训练。 本书里的原则和过程也类似, 是用来作为发展生生不息意识的一个基本框架。 我们顶多可以这样说, 这些只是暗示和猜测, 随着猜测而来的是暗示。 其他是祈祷、观察、纪律、想法和行动。 埃略特、干燥的塞尔维吉斯,出自四个四重奏。 我热切地希望你持续练习书中对你有触动或是鼓励的部分, 练习时尤其要持续运用以下原则来引导你。 一、生活在中正状态里。 二、向生生不息场域打开。 三、创造性地参与任何来到你面前的人、事、物。 这需要每天不懈怠地持续练习。 我经常对我的来访者说, 我们练习多少,生活质量就有多好。 我们通常在工作和爱这两根台柱之间生活, 它们很重要,也带来很多责任。 我们要对别人负责任, 我们还需要第三个基础。 一个身体、心理练习来产生自我觉察。 有很多可能的练习,随便说几样。 走路、静坐冥想、种花、听音乐、阅读。 重要的是,找到一些有共振又对你有帮助的方法。 然后有规律的练习。 这会帮助我们进入一个必要的生生不息状态, 可以用来面对每天的生活及人生旅途中出现的重大挑战。 当然,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借口, 我没有时间。 我们要理解,没有人会把时间送上门来, 你必须自己找到时间。 就算是非常忙碌的生活, 花一些时间去练习, 会创造更多的时间, 而且会有更高质量的表现。 这些练习会帮你更好面对失败, 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突发状况。 我们之前尝试过的大部分方法都失败了, 所以很重要的是, 与失败发展一种技巧性的关系, 正向地去接纳失败, 并被失败激励, 而不是垂头上气, 像打败仗一样。 持续回到正向意图里, 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 我们很容易迷失在问题里, 将我们主要注意力放在无效的方法, 或是没发生的事上面。 Yosefo C.皮尔斯将这个称为用错误来修正错误。 他提到, 作为一个人, 我们被多样化的主要指令引导, 就像走路, 每一步都带着一组次要过程, 就像为了学会走路, 我们必须学会爬行, 站立平衡不平衡, 一只脚向前跨出, 以及传统家庭里最推崇的跌倒。 当然, 小婴儿不会把跌倒当作是一种问题或失败, 他们跌倒, 站起来, 然后继续走路。 然而, 到了某个时刻, 我们学会我们不应该跌倒, 我们不应该做某件事, 我们不应该这样或那样。 皮尔斯说, 我们的意识从主要的正向意图转换到次要的不要跌倒, 我们掉入了用错误来修正错误里, 尝试着去除问题, 反而失去了更有力的正向观点。 借由练习三步骤的调到中正里, 对场域打开, 调平到正向意图, 我们可以再次向前迈进。 这条前进的道路可以通过非暴力的誓言来获得支持。 我们常对我们的失败和错误做出负面反应, 带着自我批判, 某种形式的放纵, 向别人发泄情绪, 放弃等。 我们要认出, 是那个负面反应创造了绝大多数的伤害, 而不是错误本身。 我认为这些都是自我暴力的形式, 所以我深切地鼓励我的来访者去许下誓言, 不论他们做什么, 或是没做什么, 他们都不应该被暴力地对待。 不管是来自自己或是来自他人, 在学习理论里最有帮助的发现是, 惩罚不会让学习变得容易, 它只是暂时的压抑行为而已。 一旦你放松下来, 旧模式又会回来, 认出和解除那些自我暴力的受限反应, 使人们获得经验里更多创造性参与的正向形式变成可能。 创造性接纳也允许人们有技巧地使用生命里的种种意外。 一个古老的谚语说得好, 人们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当我们孤立地自我意识, 无法精准地控制即将发生的事情时, 我们可以创造性地参与任何来到我们面前的人、事、物。 这个当然是生生不息催眠工作的一个关键假设。 创造力是一种意识心智, 以及它的意图、期望、渴望等, 和创造性潜意识之间的对话。 如果你回顾自己过去十年的人生, 你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预测太多的正向发展。 所以,实际点说, 你的自我心智无法控制未来。 但是,你可以训练自己保持在中正和正念里, 设立目标和规划计划, 为了成功而发展一个内在与外在的必要连接。 然后,你就可以有技巧地接纳和正向使用任何发生的事情。 愿意永远愉快地接纳惊喜, 学习如何最佳地与当下连接, 这是一个阴和阳的结合, 被动性和主动性的结合。 这将让你创造性地活出意识的伟大旅程。 我在这本书里想要传达的信息是, 除了我们个人的自我觉察之外, 我们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实现的更伟大整体和智慧的一部分。 亚瑟·库斯勒创造了一个词叫做子全息, 用它来描述一种生灵意识状态, 在一个层面上它是完整的, 同时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它是一个更伟大整体的一部分。 这是对人类很棒的描述, 我们在自生之内是完整的, 同时又是一个更伟大的进化智慧的一部分。 活在这个双层面的意识里, 就是在生生不息自我的核心之中。 有一个故事说, 有一个老犹太叫拉比, 他穿着黑色长袍, 手插在口袋里, 在街上走来走去, 有人问他在干嘛? 他伸出两手, 双手各握着一张纸条, 一张纸条上写着, 我是神圣的, 我是全部, 我是爱。 另一张纸条上写着, 我不过是尘土, 片刻即时。 就像我们在生生不息催眠里说的, 知道你可以同时享受良者, 真是一件太棒的事了。 这就是我们在生生不息催眠工作里想要达成的。 卢米带着赞赏的口吻, 说着如何在不同世界之间跨越。 黎明的微风要告诉我们一个秘密, 不要回去睡觉, 你一定要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不要回去睡觉。 人们来来来回回回, 穿越过门栏, 在两个世界交汇之处, 门是圆的, 打开的, 不要回去睡觉。 愿你每天都带着觉醒, 更全然地走向你最深刻的人生。 傅禄一, 吉利根博士与伍志宏巅峰对话, 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解脱之道? 伍志宏, 您每天坚持两个小时的静心, 我很好奇您是如何做到的。 什么事情能够让一个人坚持四十年, 并且这件事表面看上去是如此无聊? 吉利根博士, 我已经越来越老了, 呵呵。 隐喻坚持这样的练习不止四十年了。 伍志宏, 我觉得今天的你和我十年前见到的样子是一样的。 吉利根博士, 当我练习得很好的时候, 忙碌, 忧虑, 控制的大脑就会被宁静的灵在替代。 我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灵在与万物连接, 合一。 在这种状态下, 我不会认为自己的生命有问题, 而是一种很愉悦, 很享受活着的感觉。 在我的催眠课堂里, 这个被称为教练状态。 COOCH STATE, 对我来说, 每天有两个小时这样的体验, 会让我的生命变得很快乐, 有更高的生产力, 生生不息, 不一定是坐着庆幸, 也包括散步, 看书, 在这两个小时中, 我会让自己保持正面。 吴志宏, 在您这么多年的静心过程中, 印象最深刻的体验是怎样的? 那是如何发生的? 吉利根博士, 我的老师米尔顿·艾瑞克森, 现代催眠之父, 我与他共事时, 有时候会进入非常深的催眠状态, 那种体验实在太不寻常了, 很多年来, 我都没有跟别人分享。 当时, 我眼睛闭着, 他跟我说话时, 我感觉到它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空间, 周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如此, 那样的状态言语很难形容, 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经验之一。 当时我不觉得自己有个体独立的自我, 而是被整个的空间包裹着, 突然间有个声音,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思索一会儿之后, 突然震惊了, 我是吉利根, 我坐在凳子上, 周围包裹了金黄色光芒, 第二次, 我又震惊地觉察到, 哦, 这是艾瑞克森啊, 我感觉他不是一个人, 他是无所不在的, 接下来, 我感觉他就在我之内, 就像是在过去, 我小心翼翼建筑起高墙, 建立起防御系统, 我的门卫没有监测到入侵者, 他就已经进入了我内在的存在, 那一刻, 我有一点惊慌, 他会不会伤害我, 几乎同时, 我感受到一份灵灾, 那像是他向我传来的声音,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我在这里, 没有要对你做任何事情, 这真是很强烈的体验, 那让我感受到, 做一个治疗师, 如何真的帮助到他人, 那就是无条件的爱, 吴志宏, 我要夸奖一下我自己, 以前在广州日报做采访的时候, 有时会遇到很难采访的对象, 他们会对我说, 你只有半个小时, 但通常过了四个小时都不放我走, 他们都说, 怎么回事, 这辈子没跟别人讲过的事都跟你讲了, 吉利根博士, 你让我在几百个人面前, 把过去没有说的事情都说了, 好了, 现在你也要证明, 我是一个优秀的采访者, 哈哈, 那你最深刻的体验是什么? 吴志宏, 有一次, 我做扫描身体练习, 也就是内观, 接着进入一种特别的状态, 再进入梦里, 语言, 思维和自我, 这三者同时消失了, 我进入到光里, 那时, 我终于明白什么是合一, 所谓道不可说, 那种感觉很难描述, 没有二元对立, 只有光, 对我来说, 那是智乐的体验, 非常深刻, 但是很难回去, 当时, 我甚至都觉得自己终于不怕死了, 但去年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再一次感受到死亡的焦虑, 吉利根博士, 你所描述的, 其实就是我所称的, 生生不息催眠状态, 很多方法都会谈论身心合一, 我们有很多感觉, 能量, 情绪, 同时, 我们也有语言的心智, 通常, 它们之间是不和谐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语言的心智, 折叠起来, 进入到身体心智里, 就像你说的, 带着好奇, 非常细微地进入身体, 就会完全与身体心智和谐, 产生第三种心智, 量子的自我, 那是由光组成的, 它没有受伤, 也不会受伤, 想象一下, 你拿枪去射光, 光会怎么样, 光依然会在那里, 对你说, 哈喽, 你好, 要活出美好的生命, 对我来说, 这是佛学能够帮助你体验到的, 同时, 西方的方法会帮助我们, 运用在真实世界中, 去创造美好的生命, 吴志宏, 吉利根老师说, 身体的智慧, 我写过一本这方面的书, 身体知道答案, 我上过您三年的催眠课程, 虽然催眠的技巧, 我没有很好地掌握, 但我掌握了身体的智慧, 您还提到过场域的智慧, 头脑可以构建场域, 我的感觉是, 当我们这样沟通, 对话时, 如果只是在语言心智层面, 我们会感觉孤单, 只有回到身体心智上, 当对方痛苦时, 你才会同样感觉到痛苦, 那种场域的智慧, 就会在彼此间, 建立起很深的连接, 才能让我们感觉到不孤单。 吉利根博士, 你所说的大脑构建现实, 其实可以带到你工作的领域和家庭当中。 吴志宏, 嗯, 我写过一本书, 为何家会伤人? 吉利根博士, 卖了多少? 吴志宏, 目前至少一百万册了吧? 吉利根博士, 吴老师真的是很有写作的天赋啊。 吴志宏, 这个我承认, 这个我承认, 吉利根博士, 我能感受到, 你在中国已经具备了摇滚巨星一样的地位, 同时, 也说明了这个主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2017年9月份, 我在中国做了一场线上的威客,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催眠师。 有三十万人上线聆听, 当时我感到很惊讶, 可以看出大家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孩子。 同时, 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主题, 我很清楚中国的家庭。 当我在谈生生不息催眠及艾瑞克森体验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方面, 人们透过个人大脑建构现实。 但是, 我在斯坦福的脑神经老师, 讲过大脑是如何同步的。 这就像乐器一样, 当大脑同步的时候, 不再是由个体大脑去建构现实, 而是变成集体的大脑。 这就是家庭文化的本质。 我们的身份认同, 包含了作为个体, 也包含了作为更大场域中的一部分。 肯威尔博最喜欢用一个词, 子全息, 意思就是, 我们是一个整体, 也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在一个生生不息的子全息中, 系统中每一个个体都被承认, 它是独特的。 当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被认可, 系统中每一个成员都有正面价值时, 他们之间的连接就是正向的。 当一个人身处这样的系统当中, 就会有非常惊人的创造力。 相反, 在负面的家庭系统中, 某些成员被认为是坏的, 系统就会不允许某个人的独特性存在。 中国家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我认为, 自由解脱之道必须先在个人身上完成, 同时也必须在家庭身上去实现。 吴志宏, 嗯, 我理解这个子全息就是, 任何一个你看到的点都有全息的引子。 荣格讲到的自信化的过程就是, 一个人体验到你就是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就是你。 你是外部世界的投影, 外部世界都在你的内心。 我觉得不少中国家庭可以归结到一个词, 听话。 孩子听家长的话, 学生听老师的话, 下属听上司的话, 大家都听权威的话。 我们很少被教导, 答案在你身上, 你要听你自己的。 我记得吉利根老师说过, 一个真理必须经过身体的检验, 那没有发生之前, 一切都是谎言。 而很多人却在说, 你要远离你自己。 我知道你该怎么做。 听我的, 很多人被这种逼迫的, 伤害的方式远离了自己。 我的书一直在寻找一条相反的路, 最终都能成为我们自己。 以前, 我们很少被教导, 如何去聆听自己的身体。 吉利根博士, 当我们在谈论佛陀和弗洛伊德, 人们很容易理解我的家庭不允许我做自己。 是不是只要我理解这一点, 就能够自由呢? 我想, 这只是方程式的其中一边。 还有另外一边, 就算你可能拥有整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家庭, 但你依然在受苦。 这也是佛学的一部分。 佛说, 人生极苦。 苦来自于你对某一些地图和信念的执着。 如果家人爱我就好了, 如果我有钱就好了, 如果可以减肥十斤就好了。 减肥广告也因此赚钱, 但是等你减了十斤以后, 你会发现日子照样悲惨。 在这一点上, 佛陀给了我们一条出路, 用我的语言来说, 就是教练状态。 连接上佛心, 让你能有八正道, 正见, 正思, 正语, 正业, 正见,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学习如何用这样的连接去出世, 入世。 心理学的做法虽然不完整, 但是很有必要。 我昨天收到一封邮件, 是一位女士发给我的, 她的童年很悲惨, 现在她住在修道院里, 但是她受的苦反而更重了, 原先她以为只要自己好好诵经, 跟随大师, 住在寺院里就可以觉醒, 她请我给她建议, 我尽心去想如何给她最好的建议。 最后我说, 你有很多情绪上的疗愈要做, 这一部分不关乎灵性, 而是情绪, 身体上的工作。 武智洪, 当我做扫描身体练习时, 如果进展不错, 会次第进入到三个不同的层次, 最初的层次是武智洪的我的故事, 比如, 小时候我妈妈老说, 安静, 不要吵, 所以我到现在都一直很安静, 再进入一个层次, 武智洪像是消失了,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主人公, 他们构成了不同的故事, 但都有一个主体, 一种情感动力和一个课题, 而且故事种类千变万化, 远超出武智洪头脑的想象, 最深的层次是进入到光里, 这个时候, 语言、思维和自我都一并消失了, 也许这个时候碰触到的就是真我吧, 这是吉利根老师修了四十年才有的体验, 复录二, 第三代生生不息催眠师, 黄世民, 走向创造性的生命之旅, 一个人跋山涉水, 独自前行, 如果没有他人的看见, 我们不能成为自己, 黄世民, 第三代生生不息催眠师, 十几年前, 我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困境, 当时我正在经营的公司面与倒闭, 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给我太多喘息的时间, 我平静地清算所有财物, 平静地卖掉自己的车, 平静地做着一切收拾残局的事物, 其实并不是我的心理任性真的强大到了能够心如止水地面对巨大失败的程度, 而是我无意识地就选择了切断所有的感受, 因为作为负责人的我还不能倒下, 还不是时候崩溃, 直到一天清晨, 我走到了楼下的公交车站, 第一次学习怎么搭车, 换乘公交车, 恐惧, 羞愧, 尴尬, 很多很多情绪毫无预警地袭来, 后来在工作坊时, 我时常拿这个故事调笑, 当时我最害怕的是过去的同事看到我, 然后把车开到我面前问, 黄先生, 好巧遇见你呀, 要不要载你一程, 两年后的一个晚上, 我梦里回到了曾经的厂房, 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工厂里的所有工具物品整整齐齐摆放着, 我想, 哦, 原来是过年前的大扫除了, 但紧接着一个念头袭来, 它不断重复着, 你的工厂已经倒闭了, 你什么都没有了, 睡梦中的我, 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甚至嚎啕大哭了起来, 我们以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身体从来不会忘记, 我们以为切断了感受, 不要想太多, 就会感觉好一些, 但是关于伤痛的体验, 已经牢牢地刻在了我们内心深处, 这些不曾被忘记, 而又无处安放的伤痛, 该去向何方, 我的老师斯蒂芬·吉利根, 用真实的故事告诉了我答案, 2007年, 我第一次走进了吉利根老师的精英催眠营, 当时有一个中年男人主动向吉利根提出 希望成为个案掩饰的案主, 于是催眠开始, 然而半个小时过去了, 那个男人突然睁开眼睛说, 我没办法进入催眠, 吉利根问他, 发生了什么? 男人说, 我觉得自己老进不去, 我怕浪费大家的时间,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吉利根, 异地而处, 当你在为案主做催眠, 做治疗时, 案主突然睁开眼睛, 说进入不了状态,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否能够处于中正的状态, 或者开始焦虑, 卡在强迫性的问题状态中, 想着, 天啊, 我已经坐了半个小时, 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然而, 吉利根完全没有被个案的状态所干扰, 也没有被台下那些心不在焉, 或开始走动的同学影响, 他深深地看着案主, 对他说, 不要紧, 他们都是成年人, 他们能够照顾好自己, 对我来说, 你正在开启的内在智慧和潜能, 是我最兴奋, 最想连接的地方, 我是否能够有这个荣幸和你一起走过这段旅程呢? 如果我有这个荣幸, 我邀请你再做一个深呼吸, 嗨, 你好, 我愿意在这里等待, 我愿意和你有很深的连接, 吉利根继续温柔地引导案主, 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意味的过程, 对吉利根来说, 他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 也没有受到自我评判的干扰, 他专注在个案最轻微的能量连接上, 对那个部分保持深深的连接, 而他如山不动地稳定, 跟着大地的安定, 无限慈悲的抱持, 也影响着暗主的状态, 对于暗主来说, 他在那一刻展露出来的脆弱被看见, 并被温柔地抱持了, 暗主害怕自己的催眠不成功, 没有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学习, 浪费大家的时间,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工作, 生活中遇到的自我退缩, 无价值感, 无力感的状态何其相向, 世界很少会为抱持我们的脆弱提供一个空间, 而高品质的催眠状态, 就是这样一个为我们提供空间场域, 让我们的脆弱, 担心, 无力感, 得到释放组织并创造新的体验, 一个关于我是谁的新的体验, 并带着这个新身份走入人生的下一阶段, 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更精彩。 第三代生生不息催眠包含的智慧和内涵宽广无比, 它是为了让我们更有创造力而设定的背景, 它可以让我们连接潜意识的无限可能性, 它同时又极具美感。 如果你问我, 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催眠, 我的答案将确切无比。 当核心挑战和问题来到你的生命时, 当你发觉自己开始僵化时, 就是你需要催眠的时候, 只要我们依然行走在人生旅途中, 问题和挑战就会和我们相遇, 只不过它们会随着生命的不同阶段 变换不同的内容, 有时是关于关系的, 有时是关于职业的, 有时是关于健康的。 很多人因为问题和挑战而痛苦, 因为我们总是以解离或负面的方式 与那些问题、挑战、连接。 从单一的、缺乏资源的地方出发, 又如何能活出充满创造力的旅程呢? 那么,除了解离, 除了负面的方式, 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让我们走进生命的挑战之中? 我相信第三代生生不惜催眠会带给你答案。 从互相编织, 互相贡献的地方, 从允许新的体验开始, 我们一起启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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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